好 党政焦点要来关注资深媒体人赵绍康 宣布要重回国民党了 他现在炮轰台湾 说根本是慈禧太后掌权 让1450网军横行 就像义和团一样 他产生的是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 希望他出来选主席 还说没有人比自己更适合来当国民党主席了 赵绍康仿效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名言 说要Make Taiwan Great Again 也承诺说只要选主席 一定会倾持手上所有的政论节目 炮口对准执政当局 资深媒体人赵绍康宣布他要重回国民党 赵绍康一九九三年创立新党 当过两届台北市议员和三届立法委员 有政治金铜的封号 这次想回国民党是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签了线 他认为只有我能够救国民党 这是韩国瑜讲法 我也觉得我是 我觉得我是 没有人比我更适合 如果顺利恢复党籍 赵绍康首先瞄准今年七月登场的国民党主席选举 似乎只要主席江启成点头答应 就取得参选资格 目前赵绍康是中广董事长 手上还主持好几个政论节目 会不会正媒两期引发质疑 赵绍康抛出入党震撼弹 也为国民党主席选举吵了话题 华视新闻 张胜宏 潘建任台北报告